198 《經濟日報》 聚沙城塔座小微 2015年7月27日財金陵陸竹惟春本部記者竹惟春互聯網金融向哪去編者案 近日,多部門聯合下發了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明確提出支持互聯網企業依法合規設立互聯網支付機構 網絡者太平台、股權的W融資平台、網絡金融產品銷售平台 建立服務實體經濟的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 政策的明確將對互聯網金融行業產生什麼影響 之前困擾行業發展的問題能否解決? 本版從今天起推出《互聯網金融向哪去》系列報導 通過走訪互聯網金融公司、採訪業內專家 對相關熱點問題作出解答近日,多部門聯合發佈 關於促進互聯網金融健康發展的指導意見, 明確股權的W融資中介機構可以再符合法律法規規定前提下, 對業務模式進行創新探索,發揮股權的W融資作為多層次資本市場 有機組成部分的作用,更好地服務創新創業企業 資金需求,這筆錢將用於研發和市場拓展 股權的W為何受企業歡迎? 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研究所所掌堯如棟認為, 小微企業融資難、融資貴,不光是金融體制的問題, 也由於存在著超大數量企業帶來的巨大融資需求而產生的供不應求, 市場上超過三千萬個工商企業的融資需求, 是進行股權的W金融創新的巨大推動力量。 北京博星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董事長袁光信接受經濟日報記者採訪時表示, 股權的W是互聯網金融創新之一,是解決創業資金問題的一個重要途徑, 小微企業全部通過私募股權融資不適宜, 因為V.C.強調回報預期, 需要企業的營利能力到達一定水平,商業模式清晰, 但小微企業初創期面臨很多風險,商業模式不一定很清晰, 或者團隊不一定肯完整,而股權的W既能解決小微企業資金需求, 同時由於投資人分散,又不會影響創始人話語權。 對於投資人來說,股權的W可以直接對接可投資公司, 將投資人手中閒散資金轉化為保障企業再投資所需長期性資金, 填補了市場上直接融資的缺口,降低了初創企業融資的門檻, 如何參加股權的W發起一個的W大概需要多長時間。 北京博星證券投資顧問有限公司副總監李健輝介紹說, 一般事務集資金到位後就收官,快的半個月, 壓度大的也可能三個月。 推薦機構一般跟企業簽署協議, 比如務集到多少算是務集成功,一般達到80%或60%, 就算務集成功,股權的W有一個很重要的環節,就是領頭, 一個的W項目一般會有一個領頭機構, 比如盛世全景公司的領頭機構就是博星投資, 在500萬元務集額裡領頭了150萬元, 連小股東的利益由這個領頭機構代表,負責監督企業經營。 如果沒有領頭,散戶很難形成合力, 而且也很難對項目進行監督。 如果有領頭機構,尤其是知名的領頭機構, 後續的投資人跟頭也更容易,更放心。 李健輝說,據介紹,目前,一般每份的W 務集額大約在10萬元,有的平台甚至做到每份5萬元, 參與的投資者志願購買、年中分紅或退出的收益會 轉入投資人專門賬戶。 目前,博星投資通過中正機構間 事務產品報價與服務系統來挑選的W 該系統市證監會委託證券業協會建立的一個股權的W 視點平台,投資人如何了解的W項目。 據李健輝介紹,一時通過券商, 如果他是券商的櫃台客戶, 跟券商提前溝通,會看到這些項目。 第二類是通過有資質的投資機構,如博星投資。 第三類是通過中正報價系統。 第四類主要通過機構客戶,制度安排營需完善目前, 股權的W 完全在一些問題激待解決。 首先是平台的公信力,公信力主要體現在平台提供的企業和項目的真實性。 對此,意見明確,股權的W 融資方應為小微企業, 應通過股權的W 融資中介機構向投資人如實披露企業的商業模式、 經營管理、財務、資金使用等關鍵信息,不得誤導或欺詐投資者。 其次,業內需要加大對投資人的教育。 投資者教育,就是對投資人進行充分風險揭示,增強投資者風險意識。 業內專家表示,如果我國把股權的W 打造成為推動小微企業股權融資的一種主流方式, 加大培育投資主體必不可小。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小微企業財力有限,股權的W 的收費太高也不行。 原光順說,這需要一系列的創新制度安排來釋放市場活力, 比如,是否可允許被服務企業用股權包括用其權來支付服務機構的服務費。 據悉,近期中國股權的W 專業委員會將要成立,它能反映行業的呼聲, 對接機構的監管並進行行業自律,股權的W 監管細則也將出台, 為快速發展的股權的W 創造一個嚴手底線, 適到監管的良好發展環境。 M。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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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